村里这面墙经常流血 有时晚上还能听到砸墙的声音 节目组蹲守了好几天 砸墙的声音再次传来 寻的声音就看到了一位大爷 正对着墙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询问 他却什么都不说 直接用拳头砸墙 墙上都出现了血迹 难道村里墙上的血迹都是他的 只见他手上长了厚厚的老茧 伤痕累累 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大爷却直接走了 白天 节目组又遇到了他 他正对着电线杆挥动着拳头 电线杆被打得帮帮叫 这次大爷主动开口 说自己在锻炼身体而已 每天都要对着墙壁打一万多次 打完电线杆呢 他又捡起了一块鹅卵石 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 接着咔嚓一声 石头就成了两半 身后的一堆碎石 也都是他砸碎的 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 差点敲骨折 大爷说自己练拳是非常有用的 家里面挂日历 需要砸钉子 没有锤子怎么办 没关系 只见他帮帮几下 就把钉子砸进去了 想吃蒜尼也不用实救 直接就是一顿 帮帮帮 蒜尼就做好了 家人呢 都会反对这种 自缠式的锻炼方式 但他却并不在意 还说因为练拳 自己变得更健康 这样自己就有能力 接送孙子上下拳了 和他一样 下面这个男人 也喜欢锻炼拳头 他每天都用手走路 一天要走五千步 还都是走鹅乱石路面 路人看着一脸迷惑 这人的腿是有残疾吗 突然他就站了起来 可以看到 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脑茧 还有未愈合的伤口 难道不疼吗 大叔气面一笑 说我都坐了五年了 一天不走 浑身难受 不管是鹅乱石路面 还是泥巴路面 大叔走的都很轻松 即使在公司 工作累了就要休息一会儿 然而他的休息方式很特别 倒立睡觉 甚至还打起了呼噜 无论春夏秋冬 都无法阻挡他用手走路 倒立上班 倒立洗澡 他为啥痴迷于这样的锻炼方式 原来啊 大叔之前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医生说必须要手术 然而那段时间 自己生意失败 穷困潦倒 根本没钱看病 每天情绪低落 甚至得了抑郁症 绝望中 于是想通过运动来改善身体状况 让自己振作起来 慢慢的就喜欢上了倒立 但这对颈椎真的有帮助吗 一番检查过后 医生说颈椎看起来没太大问题 倒立运动对他恢复还是很有利的 随后又给双手做了CT 因为有老姐作为护垫 长期倒立对手伤关节 并没有什么损伤 如果喜欢这样运动的话 就可以坚持下去 不过要论手掌速度 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妈 大妈一巴掌就能抓到25只苍蝇 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 据说没有一只苍蝇 能活着逃出她的手掌心 家里的苍蝇见到她都吓尿了 只见她慢慢靠近 手掌微躯 突然发力 苍蝇就到手了 只要她出手绝对不会落空 百发百中 正巧工作人员脸上飞来一只苍蝇 等到与苍蝇距离10厘米左右的时候 大妈迅速出击 活捉了苍蝇 工作人员看了一项试试 不过动作手势有点滑稽 大妈说徒手抓苍蝇 其实很简单 首先要预判苍蝇的走位 苍蝇刚起飞的时候 不太容易拐弯 手掌四指并拢 迎着她的头部慢慢靠过去 离苍蝇大概10公分时 保持静止 等到她搓手的时候 迅速扫过去 就可以把她活捉了 抓到苍蝇后 用力摇晃 等到她迷迷糊糊了 猛的摔向地面 苍蝇就挂掉了 不一会儿 地上就收集了一堆 大妈处理苍蝇的方式 也很简单粗暴 直接丢进火里烧掉 家里时常会飘来一股肌肉味 在大妈的努力下 家里苍蝇日渐稀少 有时候实在手痒了 大妈还会免费给邻居抓苍蝇 即使面营器 也没有大妈徒手抓得多 不得不说 大妈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 好了 我是月被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嫂 这座老房子会出汗 粘稠的神秘液体 不停地从天花板滴下来 流得满地都是 最近每个月都会流一次 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 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 用长长的东西 占着粘稠液体 吃着一脸享受 有的还趴在地上舔食 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 说着液体能包治百病 大叔喝了一口却一脸嫌弃 神秘液体越流越多 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 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有三条 屋内两条 屋外一条 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节目组找来专家 用热像仪测量 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 这就很反常了 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 可以看到有些液体都凝固了 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 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专家把手伸到里面去抠 抠到了一坨 四大大黏糊糊的东西 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 下来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蜂草吗 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 那为什么没有看到蜜蜂呢 蜜蜂去哪里了 专家说蜜蜂应该是去找新家了 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 环境非常嘈杂 久而久之 蜂群不能安稳工作 最后不得已气槽了 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 都很伤感 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可咋办 刚解约完房子的问题 下面这家餐厅又发生了新的问题 深夜的餐厅里 14号座的电铃一直响个不停 但14号座并没有客人 而且桌子上也没有电铃 电铃半年前坏掉后 就被电主丢了 变成了一天响无数次 甚至白天也会响零 据电主回忆 半年前有个人经常来他家吃饭 就一直坐在14号座 有一次和朋友发生了冲突 铃铛也是那次坏掉的 一直没有安装新的 从那次起 那人就没再来过 听说是出了车祸 也是从那时起 14号零就开始一直响 连顾客都觉得不可思议 电主现在听了铃声 就会起鸡皮疙瘩 难不成真的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节目组找来电铃厂家售后 售后先检查了其他做的电铃 都可以正常工作 售后说铃声系统没有任何问题 电主还是怕 又找来了电机方面的专家 把设备拆开 发现电路完整没有断线的情况 专家研究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但专家说出了一种假设 如果附近有使用同款电铃的商家 恰巧频率一样的话 别人家按响14号零 可能会导致他家电铃也会跟着响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 节目组走访了附近所有商家 终于找到了一个 使用相同设备的商家 但这家并没有人按14号做的电铃 他也还是响起了14号的铃声 没办法了 节目组又咨询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 专家说附近有几个大型的广播站 有可能是广播站干扰到了信号 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 如果广播站有影响的话 这条街的店铺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才对啊 为什么偏偏只有他家受到了影响 诡异的铃声还在继续 直到最后专家也没能解开谜团 这边还没解决 下面这家餐厅又发生了怪事 来这家餐厅吃饭 要先吃一颗塑效救星丸 不然很可能会被吓死 因为餐厅经常毫无征兆的发出爆炸声 刚刚还安静的餐厅 突然就传来了爆炸声 吓得大妈赶紧又吃了一颗救星丸 店主说每天都会爆炸好几次 已经持续了四个月 一直找不到原因 节目组架起摄像机 想要一探秋镜 凌晨三点又传来了爆炸声 甚至还产生了火花 难道是短路引起的 专家看到录像后分析 如果是短路的话 那整个餐厅都会停电 很明显不是 既然爆炸产生了火花 那一定会有烧焦的地方 一方检查下来呢 并没有发现烧焦的痕迹 工作人员不放弃 反复观看录像 发现火花是在排风扇附近产生的 把摄像机放到内部拍摄 终于拍到了火花产生的整个过程 推测就是排风扇的问题 来到屋外就发现 有一条电线已经没有绝缘皮了 钢锤没有电比测量是否有电 突然就产生了电火花 看着烧焦的电线 专家终于解释了一切 说当空气中湿度比较大时 两个断开的电线之间 就会产生电火花 声音经过通风管道放大 听起来就好像爆炸一样 随后给断开的电线包上胶带 餐厅终于恢复了正常 好了我是预备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嗓 这只狗狗天生没有肛门和尾巴 它已经三个月没拉屎了 便便已经堆满了整个身体 情况十分危险 医生为他进行紧急手术 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 小黄虽然没有肛门 但他的胃口却很好 每次吃完都想要拉屎 但不管怎样努力都拉不出来 疼得他汪汪大叫 有时候努力半天会挤出来一滴 主人只要一碰到他屁股 他就会疼得乱咬 小黄是一只流浪狗 被主人捡到时已经炎炎一息 应该是之前主人看到他天生残疾 直接就丢了 主人在他看过很多医生 但医生都拒绝为他治疗 认为手术的风险太大了 主人不放弃 终于找到了一家可以给他手术的医院 医生说尽管他没有肛门 但直肠和子宫镜相连 便便可以从那里挤出来一点点 但体内堆积硬化的便便无法排出 需要立即手术 在帮小黄剃毛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事 小黄既是母的也是公的 医生都说自己20年来 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没办法 只能暂停手术 要详细检查他的身体构造后 才能确定手术方案 检查过后 重新构造出完整的肛门 然后把直肠和肛门连接起来 手术又开始了 这种大范围的手术 对于三个月大的小狗来说 风险很大 五个小时后 手术很成功 医生说狗狗很快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但几天后 主人突然接到医院电话 原来手术后 狗狗出现了大面积感染 不断呕吐和腹息 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 希望所有的狗狗都能被温柔以待吧 和小黄比起来 下面这只狗狗就正常多了 这只狗狗每天都要转圈 一天就要转一万次 就算被行人撞倒 被婴儿车撞到受伤 也不会停下来 路人都感觉很奇怪 他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 但依旧自顾自的旋转 随后主人发现了他 把他抱回了家 主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只要一把他放下 立马就开始旋转 好像有开关一样 碰到地面就启动 而且他根本不看路 就让他变得很危险 主人一般都是把他关在家里 但他偶尔还是能跑出来 只有吃饭的时候 他才会停止转圈 一旦吃完就立马开始旋转 主人试图把他绑在椅子上 也无济于事 主人说这种情况 是四个月前开始的 因为工作原因 把他单独关在了家里 有一次回家就看到他在转圈 都不知道他转了多长时间 一开始也没太在意 有次转圈绳子缠在了一起 他都快窒息了 还是不停的转圈 这就很不正常了 那他转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医生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 医生表示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而且静椎也出现了问题 接着进行了手术 医生说狗狗赚钱 可能是为了获得关注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给他更多的陪伴 会慢慢好起来的 和他比起来 下面这只狗子更奇葩 这只狗狗会蹦迪 只要看到地毯 他就会转头倒着走 主人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样 一旦遇到地毯 走路就变得很奇怪 只要站在地毯上 就不会再动了 地毯对他好像有种神奇的魔力 节目组决定去掉地毯 看他有什么反应 小白像往常一样 倒退着走向地毯 可等他转过头 直接懵逼了 我的地毯呢 这下弄得小白进退两难 直接不会走路了 那如果在大理石地板上 会是什么反应呢 只见小白表现得很兴奋 根本不会倒着走 只要一接触家里的木地板 立马好像变了一个狗 忘记了怎么走路 节目组请来动物行为专家 专家观察后认为 之前在地板上 肯定发生了一件 让他恐惧的事情 猜测可能是他在地板上滑倒过 受了伤 为了克服恐惧 才会选择倒着走 为了验证猜测 主人带他来到医院 果然发现 小白有一根骨头脱臼了 只是他平时没有表现出来痛苦而已 接着给他震骨恢复了 回到家 主人给他准备了专门的垫子 小白这次没有倒着走 开心的顺着垫子来到主人面前 主人还给他使用了脱密疗法 在地板上放大量垫子 和地板错落摆放 让小白慢慢摆脱 对地板的敏感程度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小白终于恢复了正常 好了我是约别关注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厂 半夜去厕所 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 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 都会随手冲马桶 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 这就很诡异了 房子呢还是租的 才住进来半年而已 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 他怀疑自己租到了凶宅 难不成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 主人现在怕得很 半夜都不敢上厕所 只能憋到天亮 天亮后来到厕所 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 看尿的颜色 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 主人决定豁出去了 在厕所安装了监控 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 竟然是他家的猫 猫奶奶会上厕所 主人说等他上厕所 你就知道了 等了好久 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 到时主人来了尿意 刚来到厕所 猫咪就跟了过来 直接跳上了马桶 像人一样蹲在那里 开始释放 表情十分严肃 主人还说自己 从来没有训练过他 那他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 专家说 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 如果你们关系很好 猫就会蹲在厕所里 仔细观察 现在呢 如果厕所门关了 猫还会叫个不停 为了方便他上厕所 主人决定以后 就不关厕所门了 如果他能出马桶的话 就更好了 无独有偶 下面这件零一事件 也和猫有关